有些眼不能见的事物,要比看得见的事物更值得关注。 但是人们的目光总是被看得见的事物所吸引,却忽视了那些不能被看见的。 当那些不能被看见的事物引发了看得见的世界的巨变,人们才会把注意力转向那看不见的。 当下不能被肉眼看见的新冠病毒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因为它改变了人们看得见的世界。 这是一个值得基督徒反思的现象。 我们是否也忽视了比新冠病毒更值得关注的看不见的事物? 甚至这些看不见的事物已经改变了我们看得见的世界,却仍然未能引发我们的关注。 不能被看见的祝福,悄悄地进入这个世界,改变了人们的生命,更新了人与人的关系,颠覆了族群的文化。 在嘈杂的世界里悄悄地彰显着上帝的荣耀。 弟兄姊妹,请不要只关注疫情 请在疫情中查看上帝的作为 请在历史中观看福音如何从耶稣一个人扩展到全世界 神的国度如何向面教更新了世界的文化 请在此时此刻观看一个如芥菜种子微小的信心 如何进入了一个人的生命中 请在媒体之外观看那些无名的基督徒 如何默默地穿越危疫走向需要帮助的人 在疫情泛滥的时候,上帝并未停止工作 而上帝的作为在哪里呢? 这不仅是我们的问题,也是先知以利亚的问题 当以利亚面对属灵荒凉的局面而心灰意冷时 耶和华说 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 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 在他面前有裂风大作,崩山碎石 耶和华却不在风中 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 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 火后有微小的声音 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 出来站在洞口 有声音向他说 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在这幅场景中 黄蜂大作,山崩地裂的巨响 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 然而耶和华不在那里 上帝的声音是那么微小 几乎被嘈杂的环境所淹没 然而那个微小的声音 询问了一个阵龙发聩的问题 你在这里做什么? 这个问题不仅是问以利亚 也是问今天的你和我 弟兄姊妹,你在这里做什么? 在媒体的资讯 充斥网络的环境里 当个人观点应接不暇地 发表在微信群里 当你的邻居都闭门不出时 你在这里做什么? 如果那搅动世界的微生物病毒 值得你去关注 那么,那颠覆世界的福音的大能 更值得你去关注 那翻转人生命的信心 更值得你去关注 那不能震动的国度 更值得你去关注 弟兄姊妹,你知道吗? 在瘟疫泛滥的时候 有人归信基督了 在苦难的打击下 有人信主重生了 信心,像看不见的种子 扎根在了某些人的心里 神的国度像面教 继续在地上膨胀 看啊,那不能被看见的事物 正在改变我们看得见的世界